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切一盘新鲜的尿死肉丝 丢一颗爆笑的鸡蛋抓一把奇妙的拉面 哇 这东西能吃吗 它当然不是吃的 它是听的 它是 十 九点浆浆棍 哦 热哦 嗯 好吃 十九点二十分零五秒 欢迎来到十九点浆棍 我是强哥 让一场机 节目开始了 一开始复习这首歌 你知道什么 Yuki 徐怀宇姐姐的怪兽 有怪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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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着我 有怪兽 大怪兽 臭怪兽 黏着我 张开在一口又一口看着我 地球上明明有四十几亿人口 偏偏就是选中我 红楼红楼楼 每天对着我喷火 想什么 做什么 身上穿着什么 他的意见没听过 现实有现动 仿佛我不该是我 穿不穿耳朵 是我的美朵 交几个朋友 时光时间多 任性干脆 时时会交通 为什么要管我 口口彩虹 没有他管我 跟谁约会 跟谁牵手 爱说去说 反正我 从来没认真提过 有怪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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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怀玉姐姐的怪兽 当年可红啊 也是洗脑哥 讲到怪兽 美国德州最近有一个 有趣的怪兽计划 他们邀请了许多国小的小朋友 画出心里面想象的怪兽的样子 然后呢 再将这些小朋友画的怪兽 配对给全世界的艺术家 依据小朋友所画出来的 重新来创作 希望借此鼓励小朋友的想象和创造力 那原本小朋友画的怪兽 当然了 线条很简单 甚至有些混乱 但是说实在 它的想象力很丰富 充满了一个灵气 那艺术家哥哥姐姐们 他们当然有很成熟的绘画技巧 画上去以后 使得本来线条简单的小朋友怪兽 活了起来 也让孩子们看得超有成就感 说 哇 这是我设计的 个个都很有自信 强哥刚才看了 哇 看到我们这个网络上面 你可以找到这个小朋友画的怪兽 好可爱 当然你也不得不佩服这些艺术家们 他们所用的立体的手法 颜色的取决 当然更活灵活现 但是你也同时会回到 孩子们的想象力 那可真是了不起 跟谁愿回 跟谁牵手 爱说去说 反正我从来没认真听过 有坏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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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着我 有坏兽 大坏兽 就坏兽 黏着我 一口咬一口吃掉 我本来更愉快的生活 有坏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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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着我 蓝怪兽 大怪兽 臭怪兽 别烦我 呼叫 呼叫 强家棍 达人联盟 从天上 从水里 用跑的 用飞的 立刻结合 这又是一首当年的洗脑歌 咸铺洗发精二人组的 Trouble 上一次我们请到化工达人 谢建阳博士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聊那个香皂肥皂 什么的 精油肥皂什么之类的 不过上一次其实我们好多事情 还没聊 他的研究跟我们的生活中间 很多的想象又不太一样 那也许可以来跟我们解决一下 咱们困扰很久的Trouble 那今天我们再次欢迎化工达人 谢建阳博士 博士好 小哥好 各位评众朋友大家好 化工达人 讲到化工其实我们生活中 处处都是化工 对啊 没错 对不对 我所知道什么牙膏牙刷了 牙膏了 对不对 对 然后什么 我们吃的什么塑胶筷子了 对不对 家里的筷子 除了木头之外 木头上面有些还涂一些鸡 对 如果我们有防水漆 或是有上色的 那个漆其实也是化学的 它亮亮的就一定有防水漆嘛 对不对 当然有些 有些如果是生漆 它是天然的 但如果有些的话 它有可能是人工合成的 好的 所以说生活中间 装潢啊 对不对 住在家里的装潢 那也不得了 像比方说 很多人会在庭院铺一些木地板 其实你会发现有些 它说比较不容易腐烂木地板 它其实已经不是纯木头了 它是木头跟塑胶的混合 还有这样子 木头跟塑胶可以混合 对 它就把木头打成木屑之后 跟塑胶的颗粒做混合之后 那地板就比较能够抗 就是室外的风吹雨打 就不会那么容易腐烂 哇哦 好的 哇这可怕了 所以我们今天继续聊 我们今天想锁定多一点的 在洗法经 跟爸爸妈妈和小朋友都有关系的 就洗法经 这个洗法经有一阵子突然说 就是说里面有细菱会造成什么 头皮过敏啊 头发掉光光啊 癌症 对不对 然后有什么癌症 那细菱到底是什么 那为什么以前人要加细菱 那现在是不是都没有加细菱了 其实现在还是有加细菱 什么 对 那强科我要跟你说 其实细菱并不是一个这么可怕的东西 那细菱它最主要功效就是 它可以让你的头发 就它会附着在头发表面让你变滑顺 所以有些人比方说 它毛那个头发的链片翻开了 或者发烧如果不顺的话 你用细菱是可以的确让你头发变比较顺比较润 那其实很多护肤品里面也是有加细菱 啊 插在脸上也有 插在脸上也有 那其实简单讲啦 细菱是一个很稳定的东西 它也不会渗入身体里面 那目前其实没有什么证据说它会致癌 那为什么之前会有这样 有的时候会很危险呢 你要这么说有可能是因为有一阵子其实蛮流行 就是就是洗髮精用完之后要很柔很顺的嘛 那有些人他可能就是没有洗干净 那那你那些附着在头发表面这些的细菱 有可能会有累积 那你累积的时候你会觉得不顺 那不顺之后为什么呢 其实重点是因为有时候你头发很长 你发尾真的没有用水冲干净 那这些东西附着在上面累积了 那其实冲干净就好了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都突然间网路上开始就有人会说 细菱如何如何 其实到今天我相信很多人都还是深信不疑 听到细菱就说细菱是万恶的援手 是是是是 其实没有 买洗髮精都看后面成分 有细菱的就不行哦 应该这样讲 没有细菱也可以 但有细菱也没有不行哦 对 就你如果你觉得你不喜欢细菱 你要选没有细菱的洗髮精 OK的 但是洗髮精有天下细菱 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好的 我们生活中就是有这么多的化学物品 我们欢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 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我们的博士 我们的达人化工达人呢 这样一起来讨论一下 你你你平常碰到什么东西 你会怀疑他有问题 你碰到什么东西 你怀疑有化学问题 比如说你的牙膏 比如说你的喝的擦的抹的 这一些你想到的 你都可以打电话进来 我们跟我们的博士千奇百怪来考验他 因为其实化学的 真的我们生活中处处都是 对 对不对 像我现在对的这个麦克风 这上面也是有化学物品啊 当然是啊 不然你说这一层那个 就外面那层泡棉的罩子怎么做出来 他也是 他也是啊 哇你看看 所以我们生活中处处都是化学的东西 好的 欢迎各位打电话进来 83693398 83693398 今天我们从洗法经谈起 但不以洗法经为限 欢迎各位呢 对我们生活中间化学物质 有兴趣的朋友 打电话进来 83693398 那润丝精可以用吗 有一阵也讲说 不要用润丝精 润丝精其实是很 很不好的东西 其实坦白说 润丝精里面有一部分成分是细菱 那我会觉得用润丝精 也是无可厚非啦 那你要怎么讲 润丝精 它其实就是你细菱上头发之后 你没有把它冲干净嘛 你这把完全冲干净了 它其实就不会有那个润的效果 上一次其实我们讨论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不要直接挤到头发上 洗法经也是 麻烦大家先挤在手掌心 然后加水稍微搓一搓之后 再去洗头发 很多男生 他会洗法经直接往头顶上挂 洗上去 对 那发现你会掉头发都是这一块 墙根你可以看到我别手 就大概后脑 后脑勺再往偏上一点点 很多人那边会掉发 对对对 坦白说那个 其实我会觉得使用习惯的影响 是有一部分的 灼伤的 就是你经常在那边直接用 那可能男生有时候洗澡真的是 比较马虎 冲水冲很快 你没有把它冲干净 其实我可以举个例子 你用洗手乳或肥皂洗手 你洗完手之后 你要把手冲到不滑 就要冲一会 其实还没冲一会 就要冲一阵子 你洗头发有这么认真吗 那如果你又直接在那边 就是揉上去 那你冲的时候 你冲掉 对你没有冲干净 清洁剂没有冲干净 干在那边 那它当然会对皮肤不好 那就会掉发 好的 欢迎各位打电话进来 8693298 我们来接何妈电话 何妈你好 你好 何妈妈 是 哇哦 你第一次打电话进来哦 对但我常听 啊真的吗 你听大概听多久了 嗯 听大概听 没改本之前就听了 没改本 哇哦 没改本之前就听了 对 这一听就知道是我们的资深听友 各位先生 各位小姐 我们欢迎何妈妈 第一次打电话进来 你好 一啊 一啊 何妈妈来讲一下 你跟我讲一下 你想要请教博士哪一个 好多疑问 好多疑问 我之前有 就是有那个information 我已经忘记是看到还是听到的 就是那个海龟的 哦 那边是那个张大春先生的节目 有关科学的 海龟的 就是那个海龟的那个肺部 已经验出有 那个小 小塑胶粒 就是魔珠 刚刚工作人员有说是魔珠 那我请教一下 魔珠是不是跟 跟系灵有没有关系 好 这是第一个 你还有别的吗 有 然后第二个 那个因为以前花工系的同学有说 那个洗洁剂啊 嗯 沖水至少 沖六次以上才能洗干净 嗯 那 那个 呃 其实六次我不太清楚是什么状况啊 大概就是 如果换算成功生数呢 好 好 然后呢 还有第三个 没有 有有有 那个 刚刚博士说那个 那个 就是那个 系灵啊 嗯 也没有被证实 呃 致癌 那 请问一下 那个 里面的什么东西 比较容易致癌 哈哈 谢谢你 好的 谢谢 我在线上听 好的 拜拜 哇 你看到没有 原来我们生活中就有这么多大家担心的一个魔珠 洗脸的那个小猪猪 对 那个东西好像已经禁用了吗 对不对 那个基本上大家已经不用了 因为有替代的东西 但是我比较说 第一个塑胶微粒的问题 污染海洋 然后造成生物伤害的确很严重 但是 主要来源 其实不是洗面乳肉猪 那是什么 我们生活中太多东西会产生塑胶碎片 比方说所有轮胎磨损的那个 哦 对 你顺下来到冲潮盒里面 那个就是塑胶微粒 那我基本上我的看法是 洗面乳这个柔柱是不必要用的 我们就不要用 对 我们就不要去用它 我们的确是可以为 避免海洋的塑胶微粒污染进一份心力 但是 并不会停止魔珠使用 就没有了 其他更 对 他不会因为贴着停止就没有了 其他更大的污染源 是需要我们去 去注意的 去想办法解决的 哇 对 我绝对赞成不要用 对 但是其实是有其他更大污染源 我要去注意 哇 第二个你说 清洁剂要充6次 要几公升的水 其实以一般家用来讲 我记得我上次有跟听众 跟讲说过一个观念 你要洗手 请你用泡泡洗 对不对 就是要出一出吗 对你到了适当的那个清洁剂 洗手涂也好 没有也好 你在手上再一点点 要变泡泡 对对 出成泡泡来洗 那如果是泡泡的情况下 冲 其实很容易冲干净 如果你是整大拖到手上 一开始手也没有先冲水 你让他沾在你手上之后 坦白讲真的要冲很久 那这个骑士 你可以靠你的使用习惯 就可以解决的 好的 最后一个 就是关于细琳 到底他里面什么能够 自然有越来越深入了 我们休息一下 回到节目当中 强哥报新闻 听见全世界 听见全世界 台北市内湖区瑞光里 爆发了五年来 首次登革热群聚感染的事件 卫生局环保局 以派员针对于个案住家 半斤一百公尺 五百三十八户进行卫教宣导 并在内湖三十九个里 发动了清洁工作 也针对区内十三所国小 派员喷药消毒 教育局则是督导区内的 国小以家庭为单位 填报必 缴交登革热 自我检合表 并清理校园的树叶地下室 那卫福部的 集管署的官员也说了 台北现在气温偏高 并没稳 还是容易繁殖 大家注意 要穿长袖 长裤 避免被蚊虫叮咬 这件事情大家注意了 在内湖瑞光里 你看群聚 五年来第一次这样子 整个群聚感染 不要小看一个这样子的感染 这个感染起来 传播如果我们不阻隔的话 会造成越来越多的人哦 另外再来这次新闻 带大家到多米尼加去了 是地圣佩德罗 德马克里斯 是多米尼加东海岸 一个人口约20万的小城市 也是美国大联盟水手队的球星 坎诺哥哥从小生长的地方 去年坎诺哥哥所举办的 RC22基金会 在这里成立了一座名为 梦想的学校 帮助了一百多个 三到六岁的小朋友 接受更好的教育 为了让更多的小朋友上学 坎诺哥哥第二间梦想学校 已经最近正式有动工了 他说我来自一个贫穷的小镇 而这里什么资源都没有 对我来说 能从多米尼加到大联盟来打球 然后打出了个成就 我很感恩 也希望能够回馈给我的故乡 你看多好 哇 饮水资源呢 根据了基金会的规划呢 他们希望未来能够新建 22座学校 以满足所有年龄的小朋友的需要 哇 好棒啊 此外在过去两年当中 来自多米尼加45个社团 超过8000个小朋友 都曾经得到坎诺哥哥 基金会赠送的玩具 也有超过1000个年轻棒球好手 在基金会赞助球衣和钉鞋底下 得以参加球队的正式训练 已经在大联盟圆梦的坎诺哥哥 在努力地让故乡的下一代 有更多翻转自己认识的机会 是 別人的朋友 我書裡 我還列為 那我確定 即是一種人 無 entreg的 一種人 的我能憂 我會說 我會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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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要談洗澡清潔用品 洗頭清潔用品 這些主題的八度 繼續請小彎子的爸爸 阿虹來洗澡給大家聽 好的 剛才很多人都想要來討論 果然這個話題 真的是大家都很關心 阿達地就說我們那個噴漆 可能噴漆 或者是做模型噴漆 這種他都把它打得微小粒子 可是難免會聞到 像我們強哥我們做布景道具 常常噴漆 就會屋子裡就瀰漫這個味道 那這個會不會吸 應該會吸 吸到肺裡面會不會造成什麼影響 然後會不會要不要吃豬血 喝豬血湯來拍床 基本上要跟大家講一個觀念 你噴噴漆的時候 你會覺得聞到那個味道難聞 其實你吸進去的不是只有味道 你那個漆的顆粒都吸進去了 對 因為那個漆的顆粒很細 那這東西吸進去對身體有沒有傷害 當然有 有 裡面可能有些有機溶劑 會不會有自來的可能性 一定也會有 那怎麼辦 怎麼辦就是不要吸進去 戴口罩 戴口罩 那如果真的吸進去的怎麼辦 那你就趕快找一個空間進行的地方 做一些呼吸 所以想辦法把它給帶出來 那至於你說吃豬血或吃什麼 有沒有辦法清肺什麼 基本上 不好 對 不大有那個效果 對 所以我會給大家良心的建議 就是你在噴的時候就小心 好的 要戴口罩 阿達弟 小心了 另外金媽媽問了 牙膏裡面有那個三綠砂 之前聽說會致癌 這個是真的會有嗎 其實三綠砂 主要還不是在牙膏 是在一些消毒用的漱口水 那有沒有致癌可能性 這的確是有 唉唷 所以現在基本上很多產品都不用了 但是其實 請大家不要那麼緊張 第一個你不會把牙膏吃進去 漱口水一樣你會把它吐掉 而且你會再用清水漱口 所以就算有殘留 很微乎其微 就是你如果問我說 三綠砂有沒有自來性 有 那你說因為你用這個漱口水的牙膏 會不會因為這樣子 有很多的東西吸收劑會自來 我覺得倒還好 你倒不如少吃一點烤肉 真的 烤肉烤的黑黑燒叫的地方 那個很確定有自來性 而且烤肉的過程中間所 對那些 揚發起來的那些 對那些 那些是偏一點 那些吸進去 那個絕對自來性 會比你在注意什麼 三綠砂不三綠砂來得高很多 所以大家要小心 對所以重要是這樣 好跟金媽媽講了 好我們再回來講 剛才講的這個細菱 它本身裡面什麼東西會致癌 細菱不會致癌 那你說這些用品沒有什麼東西會致癌 其實蠻多的 有一方面會影響有些致癌物 或是有一些所謂的環境荷爾蒙 那基本上有這些問題的東西 應該都禁用了 所以真的不用這麼擔心 而且如果是洗滴用品的話 我常常在講 就跟剛剛三綠砂一樣 你不會整天泡在沐浴爐裡 你也不會整天把你的手禁在吸收魚 你只要很 把它洗乾淨 沖乾淨用適量 不用這麼擔心 那基本上這件事情坦白講 蠻大 相當成熟是要靠政府去把關 那如果有相關的資訊出來 大家看到的時候有避免一些成分 你就去把它避免掉 不要用 對 剛才您提到了這個漱口水 其實我們在浴室裡面用的很多東西都是這些嗎 洗髮精我們談過了 潤絲精 沐浴乳對不對 都講過了洗面乳 那漱口水有些家庭還真用 對 像強哥是不太敢用 我總覺得那個味道很刺 對 我總覺得很刺的身體就不舒服 但是好像有些人還覺得口氣清香啊什麼的 它其實主要就是殺菌 把一些口腔裡面的壞菌 牙菌斑 牙菌斑也有效 對對對 那像這樣子的漱口水裡面會有 之前就傳了裡面 什麼有酒精成分 有什麼什麼這些成分 酒精當然會有 那坦白說酒精這件事情 酒精對身體的影響 我想大家都知道 你喝酒的人很多嘛 那可是漱口水你又不會喝進去 它如果只是接觸口腔的話 基本上你不是對酒精有嚴重過敏的人 還好 那山律上基本上 如果山律上你覺得你有關心 你連這樣子的接觸 你都會有 你怕會自在的話 市面上有很多其他不含三濾沙漱口水選擇 你可以選擇不含三濾沙的 那漱口水使用其實就是第一個 記得要吐出來 那當然使用多之後 它都會跟你說說你待多久之後不要漱口嘛 因為它要確保那個殺菌的效果 對那你就看你啦 如果你真的很怕 你就這樣清水去漱口 那如果你真的非常怕 你不要用嘛 對 對因為不用真的也不會怎麼樣 對 對不對 它並不是一定要用的東西 最後問牙膏 呃 再問牙膏之後問一下 聶宇軒 聶宇軒來了 聶宇軒 你好 聶宇軒 你想問我們博士什麼問題 那個就是我家裡有一個木瓜有機肥皂 有機肥皂 然後呢 然後裡面有很多金油和油 什麼那個 什麼油 反正就是很多油 我想問那個 這是化學啊 是有機的 好的 基本上 肥皂 它就是一個化學品 上次我沒有特別提過 不管你是手工照片 因為它在製作的過程中 有一個轉換的一個機制 就是 造化那個就是一個化學反應 造化 變成肥皂 對它就是把油分解成脂肪酸 乾油脂肪酸在跟鹼裡面的鈉 變成脂肪酸鈉 那脂肪酸鈉就是肥皂的成分 哦 所以它本身的在轉換的過程中 它就是一個化學過程 其實它使用的精油是在人工的 在自然的 然後使用的木瓜 再自天然的 有機的 但是它在轉換的過程中 必然有化學反應 那其實還有一個點 請大家想想哦 這些假設它真的加了 真的天然的精油 真的很好的木瓜萃取 可是它加在肥皂裡面 你拿來洗手或洗澡 洗一洗就沖掉了 它真的有辦法留在你的皮膚上 給你帶來任何的好處嗎 欸 這這但 那怎麼希望不要太多壞處啦 應該說你既然要洗手 你就純粹把它洗乾淨就好 你洗完之後再擦嘛 不管你用什麼好好把它洗乾淨 對你洗完之後 你洗完之後再擦這些好東西 我覺得OK啊 那是個人喜好 但是你為什麼要在洗的時候 加這些東西進去 然後你又沖掉了 然後再 很多人會一直糾結於說 到底這邊裡面加的東西好不好 你高不高 你反正都沖掉啦 好的 易軒 OK 好的 好 今天我們牙膏問不到了 也許下次再問了 好不好 今天我們生活中 化學問你很多 謝謝我們的化工大人 好 我們白武勳要來挑戰白武勳 你好 嗨 嗨 你幾歲 六歲 六歲喔 聽咱們節目聽多久了 兩年 兩年了 在你旁邊有些什麼人 爸爸媽媽 嗨 嗨 好的 啊 各位先生 各位小組 歡迎白虹勳一家人 嘻哈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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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哇 第一次來就要來挑戰喔 我們的全家打挑戰 很緊張嗎 嗯 對 等一下如果說答不出來要找誰上來救援你呢 救救 救救救就住哪裡 嗯 沒有 那你們住哪裡 没有 住隔壁哦 没有啦 住附近 那好 太好了 那我们有大强 中强 小强 三种题组 你要哪个题组 小强 小强题 我跟你讲 如果过关的话 可以得到最新奇的 《未来少年》杂志 还可以得到最新奇的 《科学少年》杂志 还可以得到最新奇的 《讲义》杂志 再加码快乐马利安小学梅雨 所提供的精美玩具组 开心吗 他说有什么好开心还没过关呢 你刚刚要什么 小强是不是 对 小强题哦 好的 来点下名 爸爸 爸爸好有精神 爸爸好有精神 妈妈 白鸿轩 全家来挑战 首先是跟猫咪有关的题目 请问在妖怪手表的卡通当中 那只可爱又受欢迎的猫咪妖怪 叫什么名字 一 凯蒂猫 二 霹雳猫 三 急胖喵 还有四 穿长筒靴的喵 请叫他 三 急胖喵 第二题 在西游记的故事当中 陪着唐三藏 前往西天取经的是一只猴子 一只猪和一只河妖 在绿野仙宗里面 则是铁皮人 稻草人和狮子 陪着陶乐斯 一举去历险 请问 那在陶太郎的故事里面 除了猴子跟狗之外 还有一只什么动物 陪着陶太郎去打妖怪呢 一 狐狸 二 兔子 三 稚鸡 四 驴子 干巴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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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救了 什么 求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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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刻 救救 是有这么了解就对 嗯 淘太郎 啊 这是日本的传统故事 有 舅舅的威婷的音乐 非常典雅 喂 哎 舅舅好 舅舅好 舅舅 你好 你声音器要关小一点 舅舅 你有听到我的题目吗 你有听到我刚才的题目吗 有 再重复一下 当然 当然好 我们西游记是唐山藏 带着猴子猪跟河妖 绿野仙宗是陶乐斯带的 铁皮人稻草人和狮子 陶太郎 除了猴子跟狗之外 还有什么动物陪 陶太郎去打妖怪呢 一 狐狸 二 兔子 三 智鸡 四 驴子 看不到 三智鸡 看不到 三智鸡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的 我看过那个故事 你看过那个故事 你看看故事就是有差 智鸡 秀九厉害 好的 要谢谢舅舅 谢谢 谢谢 谢谢舅舅 谢谢 拜拜 拜拜 第三题 再来是陈雨题了 我们常会用夜郎字大来形容一个人 古洛寡文 有狂妄字啊 请问这个夜郎字大的夜郎指的是 一 一个叫做夜郎的人 二 一个叫做夜郎的国家 三 一种专门在夜晚出现的野郎 四 夜郎是古时候对萧小也就是小偷的称呼 干巴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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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做答 二 谁跟你说的 小偷 六岁耶 一个叫夜郎的国家 厉害 第四题 很多人都爱喝汽水 可是汽水汽水 你知道里面加的是什么汽吗 一 氧气 二 氮气 三 氢气 四 二氧化碳 干巴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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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做答 四 二氧化碳 第五题最后决赛服的是数学听 请问 一百个一百万是多少 一 一兆 二 十兆 三 十亿 四 一 干巴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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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做答 一 三 强哥其实对这种题目也很逊的 一百个一百万是多少 一 一兆 二 十兆 三 十亿 四 一 干巴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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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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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跟你说的 爸爸 哇 看样子 你们家里比较有财务观念的是你爸爸 是不是 但是钱都交给妈妈 这正确的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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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关 恭喜 好的 哇 好棒啊 哇 第一次来 打电话 过关了 看起来 我们都做你们的饭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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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大哥 谢谢你 太棒了 我的费 你们要来买票看戏啊 会会 一定会 不然话 2017年 就 好好好 开玩笑 开玩笑 还都太远了 台北就会 好好台北台北 台北马上有 12月圣诞老公公 好了 哎呦 痛好痛 好来 最后 不管是给强哥 给任何人 洪勋 还有爸爸 妈妈 你们要选择哪首 祝福歌曲呢 Gale Gale 为什么选择这首歌 就 因为 孝顺 喂 孝顺阿嬷 孝顺阿嬷 好的 孝顺阿嬷 好 洪勋 选择这首 Gale 我们献给 所有 照顾家的 妈妈们 有一个人 哪老 找无人 跟人有好 我的背里 多疼医疗 听你说少年的时候 你有话交 吃好吃买 无计划 万天万地 也不笑 你爱情 我会把你 甘掉掉 因为我是 你的嫁 孝顾 我一种青春 嫁在人家 我对少年 对你对得老 人情小时 已经看透透 有些人 比你 太重要 我们的一生 选择 人家 只在幸福 是怒怒怒怒 但海底气 的时分 哪久 我会 留你 生早 因为我的 是 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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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 Zither Harp Zither Harp